各位boss們早安呢 這邊是開竿的小北 那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本期的pran重生到底值不值得買 或者說值不值得刷呢 那但是在開始之前要先講一下pran重生的東西 小北個人來說的話 覺得除了外觀這種 不能交易或者說是刷出來的東西之外 一律都是建議用刷的 在不計真的不想要刷的話 也建議是用白金去交易 不然就是 東西你全部沒有 然後東西你全部都覺得還不錯 那就直接買那個雙重組合包 因為至尊阿雅是真的蠻不便宜的 所以就且用且珍惜吧 不要把他浪費在一些沒有用的東西上面 那廢話就說到這邊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尿吧 首先是這次的兩個戰甲 Sherum Prime和Rocky Prime 那Sherum Prime的話呢 小北覺得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刷一套 或者說是跟別人買一套的 依靠他超高的傷害上限的競爭主 可以在中低等級甚至是高等級的關卡中 都可以保持一個相當高的清怪效率 同時也是後期在聖殿想要刷專精的時候 必備的戰甲之一 而且再加上Prime版的在外觀上面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氣質 所以就非常推薦啦 再來是Rocky Prime Rocky Prime的話也算是還蠻不錯的傷害表現來說 非常的棒 不過就是續航能力比較差 再來就是他除了打近戰傷害之外 其他能力表現都普普通通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玩近戰武器的Tanderman的話呢 那Rocky對你來說絕對是一個超級棒超級實用的戰甲 再來是武器方面 那這次武器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那首先先來講講主武器的新諾茲Prime 那他的話呢 是在弓箭裡面除了爆炸弓之外 非常強力的武器哦 還是一把 回數不夠可以拿來玩現彈弓的武器 可以配出一個閃射病毒失血流的配置 當然不喜歡的話也可以換成是多層射擊的其他MOD啦 那雖然說不算是主流的強力武器 但是也算是挨蠻不賴的 那這邊要提醒的就是 如果是用裂箭紛飛這張MOD來打的話呢 建議多使用水平模式 來打單體目標 然後垂直模式來清怪 因為非常奇怪的 裂箭紛飛的閃射和本體的閃射是完全相反的 在垂直模式反而是水平 在水平模式反而是垂直這樣 再來是小北覺得在這次裡面算是一把 算是比較差的武器 全身飛到快 那在投資類的副武器來說 其實他算是還蠻不錯的 傷害也不賴 但是用起來的手感 以及清怪效率 甚至是單體傷害的方面來說的話 都算是蠻普通的 而且切割戰比比較低 而且還是低到拉不起來的那一種 所以用起來就是非常的神經到 有觸發切割傷害就會變高 沒有觸發切割傷害就是像是在腦癢癢 再來是四刃prime 是一把中二病武器 在四刃裡面來說的話是非常強力的武器 而且這樣是用起來的手感也非常非常的棒 有非常多的多段攻擊傷害很高 所以非常非常的推薦 再來是凱旋雙爪prime 是一把 不對是一隊很強的近戰 而且是唯一可以把連擊升到13倍的武器哦 所以如果是用 寂靜猛圖啊 創口溃癢之類的連擊加成MOD的話 收益會比一般的武器更高 疊加起來之後的傷害是非常非常可觀的 和Rocky一起使用的話是更加更加的可怕 那再來呢就是配件包的部分啊 那這邊的話小北就不多說什麼了 就直接展示給各位看看吧 那基本上都算是看個人的喜好 就是覺得哪一個好看 那就考慮把拿一個帶回家吧 那阿雅的話也是推薦只留給配件包的物品就好 因為是真的很貴啊 TRAAM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小杯影片記得幫小杯按個喜歡 那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用的話也歡迎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們 那如果想要關注小杯的IG以及推特的話 下方的資訊欄中也有連結 想要加入小杯的Discord主下面也有邀請連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